赛前也提到 就是这一场比赛呢 上海它的头号进攻点啊 这个赛季的头号进攻点 利浦曼是因为要回国 打奥运落选赛的关系 没有出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其实在第一个回合 利浦曼是得到了25分 第二个回合是得到了19分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回合当中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啊 利浦曼差不多每一场 可以贡献22分左右 那其实今天的对于上海队来说 一大难题就是这22分怎么办 这22分的缺口 是重新找一个人来得这22分 把这个缺口补上呢 还是说利用其他点分散 把这22分的压力给分担开 那从第一局的情况来看呢 上海队是采取了这个分担的方式 而且每一个点 其实在第一局打得都非常不错啊 打到现在为止 上海队是有6名选手得分了 非常的平均 那也就是说在第一局的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队 他今天想怎么打 而且上海队已经打出来了他的东西 那反观广东队 其实比较而言 现在广东队的优势就在于 他有几个绝对的进攻的强点 像这个克舍列娃 像拉伯德杰耶娃 包括像二号利瑶 但问题就在于 在第一局的时候 广东队的这几个强点都没打出来 前半段呢是自己的主动失误太多 后半段呢是被拦得太多 但是第二局一上来 上海队这边的 全接配合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对于上海队来说会更致命 替补上场的张磊 现在也得到四分 所以今天上海队真的从开场以来 真的就是全民皆兵 整体性非常的强 但是这种整体性比较强的队伍会出现一个隐患啊 就是当你的整体进攻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你会缺乏这样一个站出来 用一己之力去解决问题的绝对强点 就这样不到位的情况下谁来打 球传的稍微有一点到啊 上海队这球有点后仰去打球 上海队请求暂停 确实第二局一上来 上海队自身的失误比较多啊 包括一些配合上的失配啊 包括一些这个不太难的球 没有传到位啊等等 投了一上来 不知了话的当地 对了总结我们不能给一下 当的一下刺激可以啊 在于尸顶那里面要 Music 对了你很偏近了 新平要大爱 我觉得这些是很棒的 要再到 要再到 再所有人的 我觉得这些是个人的 一 好 一 给了 我说交声 小海队 小海队 加油 加油 一传不错 可以到张一传 只要上海队整个一个进攻 节奏能快起来 能流畅起来 其实他们这个进攻 是很有威胁的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问题 广东队打到现在 这几名主要的得分手 状态都没出来 无谓失误特别的多 这边也缓一个发球失误 这虽说是半决赛 感觉双方打得挺克适 上一局也有一个球 双方是紧接着 护送这个发球失误 李耀房的漂亮 诶 狗洛特这边 自己人扮在一起了 有点乱 连续三个球 甩给拉伯德杰耶娃 二船对于这个外援 是真信任 而拉伯德杰耶娃 也是真敢打 连续三个进攻 由前两次都被拦回的情况下 第三次还敢发力得分 一高人胆大 引发到了中区的脊坠 克逐游戏 克逐利亚 其实从第一局的后半段就开始在发球上尝试了一些前区的发球 前区或者中区的发球 李耀的后三 对这个是广东队现在需要打出来的一个节奏 就他是有强点的啊 就今天的这个阵容来说 他在进攻点上是有绝对强点的 那怎么样把强点打出来 这个很关键 第二局一看广东队这几个主要的进攻点的状态是在回升 今天双方这个后排防守都不错 漂亮 哇 拉尔森这个空中的调节能力反应速度啊 真的太快了 其实就有点被动给后排的意思啊 拉尔森跳起来之后发现机会并不是那么的好啊 空中停顿之后再推一个空灯 其实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对于这个项目 对于排球的理解啊 该怎么去打球 不一定发力才是好的 来 陪上 好球 四千元给的是界外啊 关键看一下这球有没有打到港冬队队员的身上 看来这个挑战挑战是界内啊 但是刚刚这个球是离我们的转播镜头的另一侧啊 被广东队的队员有一些阻挡 看不太清楚哦 真是界内啊 今天上海队打到现在确实这个多点开花的节奏是完全打出来了啊 刚刚这段时间广东云大有这个主要的进攻点进攻强点连续拿分的情况 但是这一段一定得连上啊 在第二局的前半段只领先四分这样的分差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放心的一个分差 还是不能松 两个 上海队连续的两个给到了后三的位景啊 后三抢攻得分 这是个人能力 所以有的时候啊 这个排球就是那么不讲道的 这个球其实传的也不舒服啊 拉伯德杰耶娃基本上就属于是原地起跳 没有什么助口 但是还强行发力啊 还能打出那么高质量的球 这就是个人能力 真的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郑一星这边的稍微犹豫了一下啊 对于整个来球的一个弧线判断有一些 犹豫啊 有个二次动作把球垫飞了 放眼教练急的呀 这场球是半决赛的第三回合啊 这场比赛的胜者就将进入到本赛季的决赛 他们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天津女排 连续两个给力摇漂亮 其实在第一局上海队的南网得分能那么多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广东的进攻选择太过于单调啊 基本上都是甩到四海过去打 所以上海这边比较好防 那现在其实广东的一个进攻的点逐渐也在变多 这其实对上海的篮网成功率是一个影响啊 这个就属于给的有点太明显了啊 高度也不太够 今天上海队看来是准备在篮网上和对方去移较高敌了 打到现在上海队篮网已经是得到了七分 而广东这边篮网现在只得到两分 四分的分差已经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好球 这就是张磊厉害的地方啊 虽然他不算那种强力接应 但是他的进攻点的选择 进攻方式的选择会很多 对吧 一个接应跑到这相当于3.5号位去打进攻 这确实对于对方的一个篮网阵型的选择来说 是挺难预判的 有点飘 冲界了 各送一个 发球在同队的队员之间容易传染啊 发球事物这很正常 但是今天双方好像传染的力度都挺大的 都会影响到对方的一个发球制 好遗传啊 如果让广东队这两名外员在4号位形成一对一的这种情况 那他们的得分率是比较高的 虽然说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在第一局当中 他们的在这种主动情况下 后球出界的失误比较多 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一个正常发挥 所以该方还是给 形成一个有效的过人来往的阵型 又是一个发球得分 好球 觉得很舒服 但是落点选择上差了一些 想单人拦网拦住广东队这两名 渐入佳境的这个外员来说是比较难的啊 最起码还是要保证双人拦网 现在广东的二传也比第一局 这个球分的要更多了啊 后排也好 开球也好 广东队的球路的选择分配会比第一局灵活的多 所以这也是让上海队在第二局 很难够有针对性的去形成这样一个 篮网的阵型 上海这边换上17号中会 这样的话 其实上海就比较被动了啊 因为广东这边本身 刚才就提到 它是有绝对能力的强点的 有进攻的强点 那与此同时 他现在的进攻点的选择已经打开了 前排后排啊 主攻接应副攻都有球了 那上海真的就不太好防 那对于上海来说就是 接好一船啊 先把自己的进攻打好 这种开网质量高啊 作为队长啊 今天上海队的张艺禅表现非常出色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得到了九分了啊 到目前是两支队伍当中得分最高的 又来了 又来了 今天像这种交代的非常清楚的 给到四号位的球啊 上海队的男的还是很有心得的 小海队的专制 我不想是有少女的 太队伍当中得太队伍在内 太队伍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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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这边要请求暂停了 分差来到了6分 而且在比赛的终局 分差被拉到6分之后 其实上海这就比较难追 雪上海队如果说能够回到 第一局的那样的一个多点进攻 并且多点的进攻效率 都很高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6分也不是不能追 但关键是这段时间上海队打的有点闷 一传上的不是很舒服的情况下 这个进攻的多样性打出来 相对来说会暴露一下 他们在进攻方面缺乏这种绝对重炮的短板 看一下经过这个暂停之后 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 漂亮 整个节奏啊 这是打到了广东队的篮网队员的行程篮网阵型之前 但同时要注意啊 广东这边的一攻 后排好防啊 哦 这个太近了 曹婷婷的身高在这儿放着呢 广东那边16号曹婷婷 虽然说就是看上去身体稍稍有一些担保啊 但是高度是有的 其实他站在这儿 虽然这球不是他篮的 但是他站在这儿 其实会对进攻中员 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心理威胁 又来 下着人续两个球选择从副宫来打 张晋晋 张晋晋 有话有话 十七号下 十六号号 十八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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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晋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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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晋晋晋 这真是点高啊 节奏已经是对上了 但是曹晋晋这个点高 直接往下砸 这样的话 其实对篮王队来说 不是那么好玩 我们队现在局势非常不错 配上广东队机会来了 这样的球就没办法了啊 磕首联王有一个充分的起跳的空间的话 那他的高度包括他的扣球力度是很很恐怖的啊 小海门 加油 加油 第二局啊 广东亨拿了几个主要的得分点 状态回暖之后 确实在进攻方面是要比对方做的要更强势一些 这边盼着应该是磕首联王篮往下来之后 好像是碰到球网了啊 盼了一个处 真高 真高 上海队 上海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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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曹廷帝发丢两个球了啊 一个出界一个下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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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是六分的分差 广东亨大的分数已经是来到了23分 那第二局上海才想往回班比较困难 因为其实这段时间他很难找到一个有效的连续得分的手段 这球长线打得旧的漂亮啊 张磊开网 哦 漂亮 所以有时候像张磊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 你很难防啊 虽然他的可能现在高度和力量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但是他打球很滑 他知道怎么样用最少的力量打到你最难接的位置 现在压力来到广东这边啊 看一下一共的质量如何 轻调威胁并不大 张磊这边还是开网两个了 今天这条线路最起码在第二局已经是打成两个了 赶紧交一个暂停啊 分差现在是只有四分了 打造成两个了 一 看一下赞尼回来之后 上海这边张艺倩的发球 一船上得不错 力尧也是直接从二后位 跑到了差不多四号位的位置 跟之前张磊打成了两个球 是一回事 打了一个前交叉 如果说广东队这边的立体进攻 再能打出来的话 再加上他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话 接下来的比赛 上海的防守就比较困难 24米19第二季比赛的局点 发球质量一半 给到克什列娃 直接打一个小直线 25比20 那这样广东亨大女排 是在第二局 25比20扳回了一局 双方在前两局 战成了1比1平 我们稍时休息 一会再来看什么